西方式学士 美国的新社会史是一个相当广泛的研究领域 由社会史研化为城市史 入山斯特罗牧传写的贫穷与进步 一个19世纪城市的社会流动情况 既是新社会史的奠基之作 也是新城市史的代表作 它归纳新城市史的特征是运用社会学 尤其是行为科学的理论进行研究 运用伎俩方法注重普通人群 由此可见 山斯特罗牧所归纳的新城市史的特征 也是新社会史的特征 随着新社会史的发展 又整理了许多新的分支学科 如劳工史 企业史 家庭史 但随着历史解释的多研化 与课题的分散化 一直无法做出融会贯通的解释 如何走向新的综合 这既是美国新社会史学派 也是整个